运动对健康有益,但是要在忙碌的生活中坚持经常运动并不容易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对维持活跃和健康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这几年流行起来的搏击健身舞就融合了三种不同运动的元素 讲究刚柔病重,有助于增强体力和锻炼肌肉 那么今天的上方宝剑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项运动为什么会受欢迎 不同年龄层的人群要学习,又要注意些什么 黄善林在念书的时候热爱运动,不过生了大女儿之后 由于忙于照顾孩子和家庭,就无法固定地运动 尤其是第一个嘛,你就全部的精神都发在她身上 然后三年过后又再生多一个,然后就更没有时间了 然后要等到他们刚好这个年龄都上学了 才有那么小小的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我听到PILOXING的时候,我只听到后面那一段BOXING 然后就想,应该是激烈的,然后就P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子想着要去试试看 PILOXING,搏击健身舞,是一项结合了舞蹈 普拉提和拳击的新兴健体舞 它分为几种,包括SSP和利用福干的PILOXING BAR等等 拉希达是受认证的搏击健身舞大师级教练 她从事这份工作已经有四年多了 看她精力充沛的样子,很难想象她曾经是超重的糖尿病患 除了结合三种运动元素,搏击健身舞也采用了间歇式训练 在热身之后,导师会先以讲求速度和力量的拳击 把肌肉和心脏带到最活跃的状态 然后透过普拉提做伸展运动 使心跳率慢慢降下来 从而提升身体的柔韧度和锻炼核心肌肉群 接下来便是舞蹈的部分 令心跳率重回高水平 同时也可训练手脚灵活度 在热身体的训练是当硬度高 在某程中的硬度上 然后它会降下,然后它会降下 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您乘搭车 车1是最能力的 那意思是它使用了很多砂糖 去升至车2 所以这就是什么事 当你的血量高 然后您把它降下 然后您想把它降下 您必须用更多砂糖 想象一下这些砂糖是你的能力 所以您需要使用很多 因此因此您烧热更多 像这样快慢速度互换 有助于强化心脏 也能消耗更多卡路里 上了几个月的课之后 善灵渐渐地注意到 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改变 我上比老星就2月开始吧 那是第一堂课 6年就没有运动 然后再重新开发引擎 是很痛苦的 这一个钟头 我感觉是好像四个钟头 一个堂不过后 就觉得我的体力 就已经进步很多 接下来陪小孩子玩 就没有那么累了 因为体力就加强了 我也觉得精神方面会好一点 然后当然现在就不用挤 进衣服里面就觉得 比较有自信一点 国际健身舞看似激烈 只适合年轻的体魄 但其实上了年纪 也可以学习国际健身舞 那么在开始学习之前 或者学习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在上课时 导师会经常提醒学员们 记得呼气 并强调姿势和呼吸协调 以保持肢体平衡 五十多岁的赵宇就觉得 搏击健身舞对他的肢体协调 和反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在平衡上面 我自己本身的平衡力不是很好 所以我常常很害怕自己会跌倒 然后上了这个课之后 他对我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不会那么容易 就说会摔倒 虽然看似高强度 拉希达说任何年龄层 都可以练薄级健身舞 他的学员当中 年纪最小的十六岁 最年长的也有七十岁了 他会依据学生的体能调整难度 不论是瘦身还是强化肌肉 运动最大的益处 不外获取健康的体魄 患有糖尿病的蔡瑞欣 练了搏迹健身舞后 体重和血糖都降低了许多 我的体量微强 从85现在又是KG了 血糖也是有到5到6 没有血很高了 让学员重拾健康 是让运动导师最感到开心的 洪亚石搏迹健身舞教练的 May也认同这一点 I think the most rewarding thing for any fitness instructor including myself is to know that we're able to impact lives in just a short span of time like even a 60 minutes class to motivate and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change their lifestyles lead healthier lives and to exerci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